台大陳芭林教授也有研究黑潮 他說黑潮要怎麼做呢 要在東部做 大家應該沒意見吧 是東部做 然後東部是華蓮外海下面是太平洋的海床 太平洋海床那個深度大概有兩千公尺深 你要怎麼馬上定義兩千公尺深的海床到底下 然後又不會被海風也破壞 然後最嚴重的是 他自己也講過 如果台灣使用黑潮百分之補的能源的話 會害日本變冰島 導致會引起發國際問題的 謝謝 好 百分之五的問題我不知道啦 那技術面我講給你聽啦 既然你是工業工程系 我就跟你講啦 我是學medical programming 那 技術面我們講陳花蓮了就好 陳花蓮的講法是在海床上面 上面在定 定價值然後在中間 那這些發電機是在水底下差不多一百公尺兩百公尺的地方 所以颱風什麼東西都沒關係 這是陳花蓮的講法 柯永哲的做法是 這些東西是從上面掉下去 然後需要的時候灌水讓它沉下去 颱風如何解決 這些做海事工程的人都研究過 你既然是工業工程的話 請上網好好去查一下 資訊非常多 不要沒有查清楚就在這邊 胡扯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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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抱一下 天生 這個問題可以嗎 那個 那個